高雄市鳳山警分局 郭北派出所接獲主任報案 只身在郭北路與八八快速道路橋下 有人偷竊水溝蓋 警方趕往現場 順利將竊嫌逮捕歸案 由於水溝蓋遭切地點 鄰近菜園 產牌大的小的水溝蓋 幾乎都快要被拔光 族人擔心右路人會跌落水溝 於是趕緊向警方來報案 族人表示這裡的交通流量大 族人進出菜園頻繁 將大水溝的深度有兩米 如果用路人跌落 將會嚴重的傷害 所見居民機靈看到可疑人士 及時報警 順利將嫌放逮捕 記者不定 高雄市鳳山採訪報導